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在準備上班的listing 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這個地點其實是在Surry 它是Scottsboro120-70街左右的一個townhouse 其實這邊是九幾年的townhouse 但是它都維護得相當之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牆、屋頂 包括那些rallings、窗戶等都換過 所以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這邊的環境都很漂亮 而Strata打理的植物都不錯 然後你見到後面的家家戶戶都種了很多花 所以感覺上是一個很舒服的社區 我們今天會看的是Unit 7 我們看到前面這裡是 side by side double garage 還有這個complex比較有趣的賣點 或者比較吸引的賣點 就是它是兩層的 通常說兩層的townhouse就會少走樓梯 還有它每一層的平面面積大些 變成空間感會比較闊 而且這裏也比較像duplex style 就是兩層黏著 兩層黏著 就多很多 類似corner unit 就有兩邊三邊窗 變成整體來說會比較光亮 如果我們看一看 什麼位置不是duplex style 就好像這邊28、27、26 旁邊那兩層就是corner 中間就夾在這裡 車廂小一點之餘 你看到它也是單邊窗的 這個就不可能不夠光亮了 我們進去看看Number 7 這個正門其實是彎回這裡進來的 有條小路 你可以在這裡種一些小的懸藝 這個入口就挺私人的 我們進來先 這個單位屋主其實都已經在兩三年前買進來的時候 基本上做了全屋的upgrade 牆壁有遊過之外 看到這些地板 包括我們門口進來的磚 都是新鋪過的 這間屋的政府評估價是63萬五左右 現在我們擺上市場掛牌 就是接近27萬不到少少 都叫做reasonable 我們現在進來1553呎左右 樓下就接近900呎 這邊就是廚房的地方 也挺大的 一個U形式的廚房 有很多counter space 這裡足夠兩三個人一起做都可以 這裡下面全部都是櫃桶 其實都是一個很實用的設計 好過全部都是開門的櫃 這些其實都是屋主自己upgrade的 因為九幾年的townhouse 一定不是這個風格的 所以都看到屋主當初 他去幫這個部份裝修的時候 其實都花很多心思 用料各方面都是不錯的 剛才看到爐頭 抽油煙機 然後這裡 還很貼心地用同一個風格的counter top 去做一個好像早餐位 很舒服 因為後一大家都看到 它很私人 後面是沒有屋的 是木屋 旁邊都有植物圍著 很舒服 可以看著外面吃早餐 這邊有一個比較實用的 這邊有一個比較實用的 餐廳 這裡擺了一張圓台 四張椅子 這個counter space 其實它沒有擺到 巴椅子 其實都可以擺到至少三四張 好 看完廚房之後 我們回來 廳這個位置 就是剛才門口進來 也是很大 這個是一個三人的大沙發 中間和電視位 距離都很闊 可以買一部帶電視 然後廳旁邊 這裡還有一個地區 你可以當它 這裡屋主現在有琴 有櫃 其實還可以當是一個家庭空間 或者小朋友玩的地方 都可以 好 我們現在上樓上看看 樓上 你看到這個樓梯位很光亮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上面有一個大天窗 而且我們看到上面的天窗很乾淨 其實這個都顯示了我們 我們這個strata 都挺負責任的 它有定期 其實很最近去清過 清過這些吉塔 清過這些天窗的空間 就變成你看出去就很舒服 有時候會去到某些 公園裡面 看上去畫上青桌 你自己又搞不到 所以就很生氣 這個是一個很開放的 其實分分鐘是有 這個尺寸不夠 應該做不到四層房 很舒服 有窗 這裡有天窗 對著這麼大的地方 可以做書桌位 好了 我們進到主人房了 主人房其實很大 這張是 queen size 大家看到這個闊度 足夠再放 king size 甚至再放多一張桌子 再放多一個櫃 然後洗手間在這邊 也是很大的 five piece 兩個星盤 然後這裡是 shower 這裡就是浴缸 馬桶就在門後面 好 看完 看完那個walk-in closet 嘩 屋主也把walk-in closet 弄得很漂亮 這個是IKEA的組合櫃 有很多櫃筒 有掛衣服的位置 我這邊還有一個全新的 很貼心 我覺得真的弄得很好 現在看完樓上還有兩間房 樓上的面積 其實是比樓下小一點的 我記得是差不多六百多呎 好了 這裡也是升級了一些電器 跟剛才下面的廚房一樣 在廚房重新做過之後 都是電器全部都更新了 這款也是比較新款的 Samsung 比較大的洗衣機和乾衣機 然後我這邊就是分別另外兩間 背景 我尺寸感覺上是差不多的 只是門口有一個斜角 進來也很方正 這張是雙重 雙重 雙重 兩邊還有長頭櫃 其實都可以放到Queen 我這邊有雙門衣櫃 其實原本這些城市 通常他給你的時候就是這些架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主人房 他做了這些櫃 其實都是他自己後架 就是放了心思下去的 好 看看另外一間 這個綠色系列 湖水綠系列 這裡就是紫色系列 其實大家應該都看到地毯的紋路 其實地毯都是很新的 他都是兩三年前兩年前左右換 然後可能沒什麼用過這間房 所以感覺上好像去了新屋的地毯 很乾淨 好 這邊也是 雙門衣櫃 那這些九幾年的城市 那個優點就是他們的房子 都會大過現在的新的建築 對 有時候看回現在這幾年建的 就越來越小了 好 剛才主人房看了 那我們就看完了 基本上 這個洗手間看了沒有 還沒看 我們看這個guest的bathroom 另外兩間房間就分享在這裡 一個星盤 一個馬桶 一個浴缸 非常之直接 待會就會帶大家看 車褲 以及我們屬於自己的後一的範圍 好 我們現在就來到車褲這個位 如果你們平時是開車回來的 按鈴鐺開了 就派進來了 這個門口就進去 這個車褲都很闊 拍到兩部車 但可能兩部小一點 或者是太大的車 可能就拍不到兩部 這邊都放了很多rack 就可以儲物空間 包括這些吊上面的櫃 用來儲存東西都很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後花園 花園 這邊側邊有小路可以進去 剛才廚房也有門可以進去 來到這裡就屬於我們自己的範圍了 剛才在裏面也跟大家分享 這個花園很私密 很私密 我們現在感覺到了 基本上我們後面 其實就是一些 就是樹來的 沒有屋子在後面那一排 所以這個位置完全是自己脫衣 做什麼都可以 這樣 這裡全部都是草地 這裡鋪了一些磚 所以其實可以在這裡放些桌子 BBQ 那樣的 我們會見到 很普遍這邊的村屋 很多時候都不會說封死了 有些會做多些粉絲 但也會有門 是旁邊之間可以通去 旁邊的部份 原因是 因為這些草地 原藝其實是由Strata去保持 他們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有專門的人員 來除草 來掃樹葉 那些 所以變成這些通道 其實就是 給那些人去做的 好了 基本上後院就看完了 還有這些 舊一些的建築 就是九幾年 零幾年 那些 Townhouse 會多些outside space 如果看回這幾十年 或者是近些period 很多時候 尤其是比較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大家就難得找到 Townhouse 有個這麼舒服 這麼大的後院 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留意給我 拜拜